9月6日,两列三编组制轨电车缓缓驶出位于湖南诸州的中车制型科技有限公司制造厂区 之后,他们将从广州港出海运往阿联酋服务于阿布扎比 这是中车制轨首个批量交付的海外项目 制轨是中车诸州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全球首串的一种新型绿色交通工具 作为融合了现代有轨电车和公交大巴车优势的跨界产品 制轨采用胶轮,无需铺设轨道,具有基础设施投资小,建设周期短,调度灵活等特点 为城市交通出行提供了一种坚固运能与成本优势的创新型中低运量轨道交通系统解决方案 2022年7月,北方国际联合中车制型,与阿联酋正式签署制轨项目 本次交付的首批制轨车辆分别由中车制型诸州基地和宜宾基地共同生产制造 我们也是根据他们当地的气候条件 对我们的整个整车的空调制冷系统做了一个很大的改进 第二个就是因为阿联酋的分撒,在沙漠地带它的分撒很大 我们在整个空气滤网各个方面也都做了很好的一个改进 保证我们制轨能够在阿联酋正常的运营 中车诸州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建介绍 针对阿联酋高温高湿高沙尘的特殊环境 首批交付阿联酋的制轨车辆采用了定制化设计 强化了相关功能 同时根据当地文化特色 在内饰上采用金色和白色为主 营造出金碧辉煌高档现代的视觉感受 北方国际党委书记郝峰认为 制轨项目将为阿联酋提供制轨舒适绿色环保的便利出行方式 为当地民众公共交通出行创造全新体验 同时也将改善当地旅游业配套交通 通过它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表现 起到一个很好的引领和示范效应 带来后续的合作的机会 特别是会对整个中东市场乃至其他的市场 带来很好的一个示范和推动的一个作用 来扩大这个项目在海外的实施 推动这种产品的出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